我講解一下Jule Index 全球人氣指數是如何操作的 在這個版面上 所有這些公眾人物都是可以交易的項目 譬如有政治家、運動員、企業家、藝人等等 將來可以更多的 首先我會選擇一個深水的項目 我是比較有興趣,也比較熟悉的 例如我對政治比較敏感 我對普京很有心得 用這個書籤加進我的觀察名單 集中方便我處理我的交易 每一個交易項目都有幾個按鍵 最重要的是交易,去trade 開出來之後,這就是最新的市場狀態 你會看到中間這一堆數目字就是價位 highlight了這部分,50.0 這個就是普京在這一刻全球的招育會員裡面通過交易去決定他的人氣指數 即是他受歡迎程度 這個數目字怎麼理解呢? 這個數目字是如何理解呢? 這個價格是由0至100 100就是滿分,0就是最低 50就在中間 目前市場狀況呢? 左手邊這一堆,左手邊這一堆 就是市場上面的open orders 有人掛單 是long orders 長倉盤 右手邊向下的就是短倉盤 怎樣理解呢? 即是說在市價50 目前市場狀況呢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覺得50.0是被低估的話呢? 我就可以下一個長倉盤 例如我在49.9 按一個向上的箭咀 在這個價位上面呢? 例如我想去五股長倉 就是我的下單量 我按下單 好,掛單接收了 好,掛單接收了 你馬上看到呢? 這個穿著的紅綠色的波波 就是代表我下的盤 剛剛我下了一個盤在49.9的價格 下了一個長倉盤 是五股的 如果我去到我的帳戶版面 我就會看到 在這個交易列表下面 我會看到有一個新的代成交款 就是用剛下的普京、長倉、五股 我出價就是19.9 我現在的盤下了 就等其他人看看 跟我合作後就會成交到 如果我未成交之前 我想改變主意了 我想取消剛才的六盤 我就可以在這裡取消掛單 按 好,成功取消了 如果我回到剛才的市場版面 我的盤應該取消了 49.9就已經取消了 剛才就是下一個下盤的情況 例如我想處理一個真的成交 真是match對方 如何做呢 例如現在的市場上面 有人在50.2這個價位 就願意去short一股普京 我去match他 即是match他 作為一個成交 我去到50.2這裡 對方想short 我就向上 我就去long他 看看發生什麼事 我long他一股 落單 看看什麼發生了 好,成功 掛單接收了 你會發覺呢 原本這裡對方有一個open order 是一股被我match了之後 就成交了 首先 市價由50.0 跳到50.2 因為我剛剛產生了一個新的市場成交 在50.2 我成了一個盤 變成我下了一個交易之後 在我的賬戶上面 應該會看到 在普京那裡 有一個正倉位 就是正long 長倉 一股 參考價位就是50.2 成功就取得了一個position 換句話說 我在50.2這個價位 我覺得 普京的價位應該不止這個價位 有很大機會應該會高一點 我取得了一個position 如果 通過市場交易之後 若干時間之後 如果普京的市價真的飄了上去之後 因為我是看好它 我看到目光準確 我就會賺了那個差價 長和短倉之間 是一個靈和遊戲 例如 我 賺了相當的價位之後 市場上某人 跟我match那個人 就會虧了中間的差價 另外 每一次交易 都會產生一個交易費 單位的交易費 每一股就是0.05J 就會直接在我的資金扣出來 作為這個交易費 而大部分這些交易費 都會貢獻給平台 分給所有參與者 變成他們的推薦人佣金 剛才我剛剛拿了一個next position 隨著市價的變化 我可能會賺或會虧 每一天收市之後 系統就會自動按著收市價 幫我對一對數 而是將我的賺或虧 反映在我的可用資金上 我這個position 一直都會維持在我的賬戶上 直到我怎樣去平倉 例如今天收市之後 如果我沒有平 對於我的賺同市之後 反映在我的可用資金之後 我的淨倉位仍然存在 到明天開市的時候 我的淨倉位會直到維持 你會問怎樣去平倉 離開市場呢 我要做的就是 做一個相反的交易 例如目前在好丁上 我的淨倉位是一股 是long的 如果我想平倉離場 我可以做一個相反的trade 就是做一個short的 一股的trade 我示範一下 去到市場裏面 如果我想立即成交的話 我可以在這裏 拿一個short的trade 一股 落單 match了之後 我的淨倉位就會變成0 我叫做平倉離場 當然隨著不同的市價 我可能會賺 又可能會蝕 所以這個成功之道就是 你要對那個項目有相對的認識 例如你對政治新聞比較有觸覺 你的贏面就會大一點 這個就是簡單一個 招議指數的操作 所有的交易紀錄都會在你的帳戶上 交易項目顯示出來的 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了 今天請也請在訪 明白了嗎 有理想的 我還解釋 甚至兩個人 不會這麼多了 這些說明